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各位 我跟你讲 519 这样是处理程序 519说要去撞那个民进党 中央党部 你知道谁出了主意吗 就陈志愿出了主意好不好 干的好 继续害死阿伯 大家看下话 赶快把他害死 陈志愿出了主意啦 我们伟大的军师 大聪明 说连大搞错的大聪明 那个环境部要回应吗 那个环境部要回应吗 那黄瓜跟林淑芬在吵什么啊 让我们知道 我希望能够尽速处理 因为台电公司昨天深夜 跟我们联络的时候 用他们既有的废水 处理系统 什么市场的事情 其实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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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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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放民進黨 好 那請問 沒什麼要提問嗎 欸 這什麼 這張不錯 接下來 有不同的能源結構 有不同的轉型吸塵 這些問題 個人的看法 也沒有辦法代表民主進步黨 民進黨的政策立場 到底是什麼 還是要等總統 蔡總統提將卸任 那傳出她是決定要特赦 陳水點前總統在吳二里之前 那由幕僚單位啟動 相關配套措施 我現在知道志偉怎麼看這件事情 謝謝關心 因為特赦與否 這個是蔡總統的職責 那我們希望知道的就是 蔡總統親自出來說明 因為過去這麼久的時間 偶爾就會有類似這樣的 一個說法 那因為這件事本身 雖然我承認很多 過去跟我在一起的好朋友們 他們也認為說 我們應該做一些努力 但是很清楚的 這件事非官立法委員的職責 這是總統一個人的職責 那我們希望 如果卻有歧視 是請蔡總統 請蔡總統親自出來說明 而不要透過這個媒體來放話 哇 我越來越喜歡陳昭姿 他好有咬子喔 陳昭姿是台灣獨派的一個代表 他也是當初最關心陳水扁 也是因為如此 柯文哲跟陳水扁 才會連結上關係的一個要角跟人物 結果陳昭姿說 And now Legister 委員我不知道忘記怎麼講了 立法委員 他說我是立法委員 所以這不是立法委員的職責 這是總統權限 所以即便蔡英文總統想要特色陳水扁 但過去往年屢屢都會有這種消息出現 不要放話 直接人出來親自說明清楚 而我做為立法委員 就會做一個立法委員 哇 趙之姐不錯 柯文哲 專業官 個人的立場 我個人的立場 我也在黨團這邊報備過 我個人立場 本來就支持陳總統要特色 因為我個人認為 從頭到尾這是個政治實踐 謝謝 好 請問媒體朋友 原因 一提指定 不好意思 想追問一下招式委員 因為剛剛有講個人立場的部分 那想請教陳前總統 有沒有來跟你談過這件事情 謝謝 過長期的努力 事實上 事實上在2013年會 2012年為什麼會幫陳總統 組成醫療小組 也照應於我當時去找 當時在醫界聲量比較大的柯P 柯P當時也是跟很多人想法 說法一樣 就是說要等審判都結束 我說那你既然沒有要簽 後來我們他就發現他的健康問題 他就跟我建議我成立這個醫療小組 那就是從那個時候跟柯P 有更密切的共識 但是重點是在醫療小組的部分 那我現在無法記 因為我本身不是黨員 在經過很多人的努力 包括是七位院士的連數 包括很多的活動 很多的訴求 那我個人也去找了各個政黨的一些 一些領袖 希望他們能夠背書這件事情 那我記得就是在20 我不知道幾年 因為我不是民進黨黨員 在開完一次的那個 民進黨黨代表的大會之後 那時候有非常高的比率 呼籲他們的黨主席 要來做這樣子的努力 那那次就是 他沒有偷笑 他沒有說利尼捷偷笑 沒有 他很緊張 這件事情讓他壓力很大 那就結束了 後來我必須說 陳總統從那一天開始 就告訴他在身邊的我們 他也包括告訴我說 從此以後希望我不用再 我們都不用再他 為他個人的這件事情 去掛心去費心 就是說他曾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從此以後就謝謝大家 請大家不要再為我個人這件事 再去掛心 因為他也知道我們做了很多努力 謝謝 好 三立 想問一下國昌委員 就是針對三重果菜市場 搬起的事情 因為林淑芬是從昨天在臉書上面 跟你喊話 然後今天他也是講話還蠻重的 他說你為了選市長 尊猴連猴友一放的屁都是想的 還說要下戰帖跟你辯論 哇 其實我覺得我對林淑芬委員的發言 感覺到非常遺憾 我什麼時候提到三重果菜市場 遷移的事情 我請教一下林淑芬委員 我什麼時候提到三重果菜市場遷移的事情 當一個立法委員問證本於事實 這不是最基礎的嗎 我禮拜天的時候 我跑去盧州 跟我們新北市訪部的主委陳士軒 在那邊發康乃興 那天有很多媒體記者在場 然後大家問我 蘇巧惠委員 對我指教的事情 我在回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說 與其在那邊噴政治的口水 因為我不喜歡噴政治的口水 你看那天蘇巧惠委員 對我發動攻擊 我有跟他說我最起碼 沒有在神明面前騙神明嗎 我不是這樣回應 我其實最直接的回應方法 是我沒有在神明面前騙神明 但我沒有選擇這樣回應 我說大家一起來關心 新北市的市政 像我們所在的蘆州 蘆州南北側都市計劃變更案 這是蘆州脫胎換骨的一個關鍵 這個是非常多蘆州基層民眾 大家共同的興盛 不僅僅是我去參加蘆州行動治理 座談會的時候 那怎麼後面打成這樣子 不僅僅是只有侯友宜這樣講 有很多集成的民眾 都發出這樣的聲音 我反應激從民眾的心聲 甚至侯友宜跟林又昌見面的時候 也提到這件事情 希望林又昌不要再卡關了 奇怪那個時候侯友宜跟林又昌 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怎麼沒有聽到林淑芬委員 站出來大肆批評 林淑芬委員如果反對 蘆州南北側的都市計劃變更的話 他就站出來大聲講 也讓所有的新北市民知道 為什麼這個案子 會在中央卡關卡這麼久 大家才恍然大悟 為什麼會卡這麼久 最讓我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一個立委 你問政不用本於事實嗎 扣我一個 什麼 偏聽對財團有利的聲音 圖利財團 我只有四個字送給林淑芬 你莫名其妙 我去參加基層里長的座談會 那天的行動治理座談會 只有新北市政府的官員 跟基層的里長 我沒有看到半個財團的代表 林淑芬你講清楚 你講的財團是誰 我黃國昌 什麼時候跟這些財團有接觸 你可以這樣含血噴冷喔 我不客氣的講 你如果今天 真的要說偏聽財團的話 最有名的例子是什麼 當初的老闆 去買土星牧場的時候 鄭文燦幫他出頭 四個月 四個月 就通過內政部的都市計畫 變更的審議 四個月喔 而那塊地 唯一的地主叫什麼 就是三立啊 張榮華私人的投資公司 叫蘇利投資啊 就是三立的公司啊 什麼叫土利財團 這個才叫土利財團啊 林淑芬 你們自家人 在土利綠媒的財團的時候 我怎麼沒有聽你 站出來講一句 說啊我們這個鄭文燦不對喔 林佑昌不對喔 怎麼可以這樣 土利我們自家綠媒的財團 我從來沒有聽你講過一句耶 反而是什麼 這個立法委員問證 可以不用本於事實 亂扣人家帽子 然後臉什麼屁事箱的 這麼低俗的話 都講得出來 對不起啊 恕我無法同意 各位啊 我現在很好奇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現在投票 我們聽完剛才這個三爐事情 我看一下林淑芬臉書啦 好好笑喔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那麼好笑耶 這件事情好有意思喔 秀婚啦 你出來齁 出來一下 秀婚啦 黃國昌出來打球 你贊成在爐州都市計畫裡面 設置果菜批發市場嗎 省家中央開了50位 黃昌你在哪裡 我是爐州立委 我大力爭取地上見識之後 黃國昌在哪裡 你不要惹錯人了 爭取爐州的發展 這是我們團隊一直在推動的事 我支持 爐州北側都市計畫檢討 支持爐州 公展之後 偷偷把果菜市場塞進爐州 要爐州 把果菜批發市場吞下去 否則就沒有南北計畫 身為爐州我反對 非常遺憾的 黃國昌只聽到侯偉的聲音 不是啊 淑芬啊 你吃到沈柏洋口水喔 這件事情你要找 去找侯偉的 跟黃國昌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會跟黃國昌有關係 黃國昌有發文嗎 黃國昌有發文嗎 沒有 扣紅帽 逐血必案 提委會 黃國昌 等一下 我看一下他去爐州講什麼 哦 他有發文嗎 他有發文嗎 爐州 哦 哦 哦 OK 昨天在通盤檢討卡在內政部阻礙 爐州的發展 對啊 他也沒有講零淑分啊 什麼意思 你要選市長就很了不起嗎 我覺得淑芬啊 是在利用黃國昌現在的高聲量 來讓大家重視這個話題啦 故意利用黃國昌啦 那關蘇小慧什麼事 為什麼蘇小慧也要罵黃國昌 什麼意思 啊 蘇小慧跟黃國昌什麼什麼事情 利百代 什麼叫利百代 認真對市民不分黨派選擇始終如一 如中哪 表裡如一 哦 這個啦 這個啦 這個 這個 哦 新北人選必須表裡如一 哦 現在下面現在開始在打選戰哦 打得好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配件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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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